12名美国政府前官员2号发表了一封联合公开信 谴责美国政府就本轮巴以冲突采取的政策 信中直言美国政府的巴以政策 让美国成为巴勒斯坦人遭受杀戮的同谋 美国政府的加沙政策是失败的政策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公开信写道 加沙地带受困的巴勒斯坦人遭杀戮 被迫挨饿 而美国在外交上袒护以色列并持续输送武器 使我们无可辩驳地成为同谋 公开信指出 美方的做法不仅在道德上应受谴责 而且明显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美国法律 公开信还指出 偏袒以色列向全世界暴露出美国的双重标准 信中说 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边谈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一边却为了偏袒以色列而破坏它 谁会不发出嘲笑呢 美方的不公正做法向全世界暴露出 对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 谁的命是命 谁的命不是 去年10月18号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仅十多天 时任美国国务院分管武器交易的资深官员 乔西保罗即宣布辞职 原因是 美国政府加速向以色列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 令他觉得工作难以为继 从那时起 时任美国教育部政策顾问塔里克·哈巴什 美国国务院官员安尼尔·谢莱恩 美国国务院阿拉伯语发言人哈拉·拉里特 以及美国国防情报局官员陆军少校哈里森曼等人 都因不满美国政府的巴以政策相继辞职 Ive been a diplomat for 18 years I never expected to resign but it was day after day human rights violation after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hat led me to finally decide I could no longer be part of the system and I needed to get out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peak freely ab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 violation of US law 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is military policy has failed it has not achieved any of its objectives in Gaza 据路透社报道 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 本轮巴以冲突开始后 美国已经向以色列运送了 至少1.4万枚单枚重2000磅 约合900公斤的MK-84炸弹 6500枚单枚500磅的炸弹 3000枚地域火导弹 1000枚钻地弹 2600枚小直径炸弹 以及其他一些军火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导弹防御项目主任 武器专家汤姆·卡拉科表示 这份军火清单充分反映出 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 相当大力度的支持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约瑟夫·卡米勒里 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直言 袈裟的溃败 昭示着美国霸权的日泊西山 文章称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过度支持 延续了由来已久的 美以特殊关系 但本轮巴以冲突中 以色列在加沙的野蛮行径 严重削弱了 以美两国的外交影响力 不仅暴露 并加剧了以色列内部的 政治分歧 而且在高度分裂的 美国社会中 制造了新的矛盾 超级暴露 全片 Rough